原标题同样被拿掉节目无心记了多年以为家一笑了之 也许这就是差距最近新开播的一档综艺 我家那闺女上来就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 兴许因为制作过 我家那小的节目组有了经验也有了粉丝基础 我家那闺女开播就让很多明星成了热议话题 其中谈论最多的就是无心了 因为他在节目中透露了很多自己内心的想法 与台上嘻嘻哈哈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看过快乐大本营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无心在快乐家族节有年头了 一直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 尤其是早年忍受了很多的争议 大家说的最多的莫过于 他不会主持在台上就是个摆设 甚至有网友怀疑台长就是无心爸爸 才会让他主持快乐大本营的 可见当时无心承受的非议 有多深不过最令人心酸的 还不是网友的批评 而是领导的质疑无心 在节目中 他也有一次跨年晚会台上十几个主持 节目组生生把无心的节目给拿掉了 这让他深受打击坐在台下 就一直哭一直哭 这个事情无心记了很多年 哪怕今天提起来 依然是泪眼婆娑 不知道大家听了这段是什么感觉 反正现场的嘉宾和爸爸们听着 也是各种想抹泪 气氛一下 凝重了很多 连一直爱耍宝的大张伟 都忍不住来举现实残酷 话说大家是不是也很疑惑 为什么无心这么努力 还是没有得到大众足够的认可 是专业水平不够吗 未必也许我们能从无心的搭档李维加那里找到答案 话说 李维加听完无心的诉苦心理 也不是滋味 因此 他在节目中主动问吴爸爸 知道是谁拿掉了无心的节目吗 这话听得怎么像李维加要帮无心报仇似的 错了 其实维加是在挽救节目组 只听维加话锋一转表示 就是这个节目组 当时的跨年晚会就是我家那闺蜜设个组作的这一波转折 真是惹得现场哈哈大笑 不过维加的高明之处还在后面接着维加表示 无心记错了 当年我的节目也被拿掉了李维加表示 当时自己是给黄晓明搓跌 搓着搓着 就把自己搓没了 所以总得来说 真是的因为时常的原因节目组才砍掉了节目 但是被牺牲的不止无心一个 只不过无心当时反应有点大了 还记了这么多年维加 则是一笑了之 不知道大家在看到这段是什么反应 也许这就是无心和李维加的差距 或者无心没有其他几位主持红的原因 首先从心态上 维加就比无心好很多 节目砍了没往心里 却反正冒脾气 也没用是不是 而且维加还用这事做调侃 避免了节目组遭受舆论的危机 他首先挑明了这是是谁干的 避免大家背后猜忌有内幕 集赐维加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守维 可以帮节目组称足了面子 第三维加表示自己的节目 也被拿了是无心记错了 顺便解开了无心多年的心结三步走 让节目整个气氛又活跃了起来 不得不说 他能在喝酒之下 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是有原因的 这就是主持功力 最后 嘉宾们在维加力挽狂澜的控场下 都笑得前仰后合的